留学生和工作党最大的恐惧 或许就是日益稀疏的头顶和预见高耸的发际线了 很多人都说到了北美或欧洲之后 发觉头发掉的比以前还要更多 并且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视频就为大家献上 全方位无死角的防秃头作战指南 从洗发护发生发用品 再到内服和改善水质的产品全部涵盖 拯救你的发际线就靠这最后一哆嗦了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角的小铃铛就不会错个更新了 淋浴喷头过滤器 从亚马逊热销的2-30道的过滤器 到150道的T3过滤器 大家摸着钱包考虑买哪个都可以 咱先把冲在头发上的水过滤一遍 不仅对头发好对肌肤也好 不少网友表示 没买过滤喷头洗完澡身上特别干燥 需要马上涂身体乳 而装上喷头后 肌肤软嫩了不少 过滤喷头大概半年更换一次滤芯 价格只有十几道 一年也就换两次 防凸性价比五颗星 洗发注意事项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洗发技巧 那就是洗之前需要疏通头发 涂抹洗发水之前 要先把头发用温水冲个两分钟 把表面的油和灰尘尽量多冲掉一些 让头发完全湿润 这样洗发水才能更好的起泡清洁 洗发水最好先在手上搓揉起泡 洗头时用指腹轻轻按压 不要使劲搓或用指甲挠 最大程度的保护好头皮 洗发产品推荐 在洗发水的选择上 推荐清洁力度适中的无归洗发水 可以防止过度清洁 并保留对头皮健康有利的油脂 护发素在这里就先不做推荐 寇罗兰金基纳洗发水 南非植物生发配方 适合所有发指 红金基纳树皮中提取的活性成分 奎宁 是这款洗发水的主要生发成分 外加有利于头发生长的维生素B族 促进脚蛋白生长 改善油脂分泌过剩 造成的脂液性脱发 头发疏松等症状 洗发水质地比较稀 打出来的泡泡并不多 但清洁力度足够把油性头皮洗干净 欧贝清 C1咖啡因洗发水 德国防脱神器 适合预防或易脱发人群使用 这款咖啡因洗发水 能让咖啡因在两分钟内渗入毛囊 延长发根的活性周期 免受雄性激素的清洗 而且无归油低刺激的温和配方 也可以用来代替日常洗发水 对于脱发不多的人也有预防的功效 Hairburst是英国本土品牌 不想纠结做选择可以优先考虑英国的品牌 因为英国每年投入大量的客源经费 研究在防脱发产品上 所以英国的品牌在全球业界都更有权威 Hairburst就是英国本土品牌之一 得过很多含金量高的美妆大奖 算是口碑爆红的品牌了 它家有深发防脱相关的全系列产品 从洗发护发到帮助维持和促进更健康 头发快速生长的口服维他命 一般外用内服双管齐下 坚持使用90天左右 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 收获更健康的秀发 铝洗发水 黑紫系列 韩国临床防脱认证 适合细软异断法制 韩国的铝洗发水也有很多不同颜色 功效也不同 黑色系列是主打中干性修复防脱的 紫色是敏感头皮也适合的强效防脱修复 这个牌子大家都很熟悉 还获得了韩国临床防脱的实验认证 护发调养成分都萃取自草本植物 让天然力量给发根输送营养 让头发变得强韧起来 同时避免对头皮的刺激 清洁力不会过强 发丝细软异断的脱发人群很适合使用 负绿德雅小绿珠精油强健洗发水 植物精油舒缓适合压力性脱发 长时间脑力工作容易使头皮环境闷热 油脂就会分泌过剩导致脱发 这款洗发水最大的特点就是舒缓清爽的用后感受 绿色颗粒包裹着护发的虚拟草和甜橙精油 需要在按摩头皮的时候把这些小颗粒压碎 让精华充分滋润头皮 植物精华更能充分清洁毛孔 减轻头皮灼热感 特别适合季节性脱发 压力性脱发的人群 Christophe Robin海莲头皮清洁膏 油头塌发的蓬松旧心 敏感头皮适用 孕妇慎用 里面含有舒缓抗敏的成分 还能控制头皮发炎的情况 洗后头发蓬松 头皮干净 头皮屑也会减少 因为海莲颗粒较大 使用的时候建议加点水 用手或者起泡网 直接搓出泡沫再使用 用一小点洗发膏 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 轻轻的在头部按摩 味道也很清新 这个推荐一周一次 不建议当日常洗发水使用 Grow Gorgeous生发精华 新生小毛发看得见 适合拯救发际线和发缝很大的位置 一款颇受好评的生发精华 有普通版和加强版之分 区别是加强版更贵 质地更浓稠 建议初次先从普通版用起 质地是较稀的水状 味道带有清新花香 每天早上或晚上 用滴管取最多20滴 涂抹在脱发厉害的头皮处 按摩到吸收就可以了 负离子吹风机 便宜的吹风机温度控制的不好 吹出的风总是过热 会伤害头发 负离子吹风机吹完头发 明显感觉到顺滑蓬松 还是很值得花钱投资的 吹发前记得发烧涂抹精华保护 先从不容易干的后脑烧发根开始吹 Costco经常有T3 松下NA58等等多款吹风机都很好用 找个自己喜欢价格合适的就好 生发建甲胶囊 市面上对头发支甲修护专用的保健品很多 可能常常见到生物素这个词 它也属于B族维生素 是秃秃男孩和女孩一族的救星 不但防止落发颇见功效 还能预防现代人常见的少年白发 Phyton品牌 Nature's Bounty的软糖 都是很常见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针对防脱发变秃头 我们整理出的好口碑产品 希望能帮到大家 让你发量不减 青春永驻 你还有什么私藏的防秃好物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个赞并分享 别忘了关注我们 下期见 拜拜